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回乡急着处理大小事务 当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 就是将闲置已久的车子送厂维修 这令新山不少修车业者在进来都忙得团团转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 这些车辆因为许久未启动 状况大多是产不忍睹 除了车径和车身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车辆被枯叶覆盖 轮胎泄气或樱化以外 电池也耗尽了 有的车电更是已经布满了霉菌 甚至引擎内有老鼠住 维修费可能介于500令吉至3000令吉不等 受访的维修车业者表示 早在马兴两国在去年11月开通 马兴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VTL前后 他们就已经陆续接货还逗留在新加坡的月滴族 把已经尘封将近两年的车子送厂维修 边界重开后 一些业者更是每天都有这类的生意上门 不但每天忙的不可开交 有的甚至还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接着下来随着周末假日的结束 柔心场地新商关卡 昨晚也出现了久违的人潮 根据网友在社交媒体贴出的照片 昨晚8点左右在新柔长梯新商关卡 准备搭巴士约迪回到新加坡工作的人龙 已经排到了新山苏丹伊斯干达大厦外 新山城中城对面的路段 通关处在内的各个地点都是人潮汹涌 迎来网友抱怨从前的周末通关演唱会再次上演 此外 柔佛州大臣拿督温哈菲兹 今日凌晨赶到现场巡视情况 后 在脸书贴文表示 移民局和内政部官员已经针对有关情况 采取行动缓解堵塞 太承诺将会提升现有通关系统 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接着关注一则航空消息 随着我国从4月日起重新开放国门 四乃国际机场也重新迎来了旅客 飞银航空公司也从即日起 恢复新山往返槟城的航班 根据马兴社报导 首趟从槟城起飞的航班 今早七十五分从槟城出发 并在四十三十分抵达新山 上述的航线是从去年开始暂停 飞银航空公司今日发文告表示 相信随着上述航线的恢复 将带动柔佛州的旅游业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